搞得不知怎算好 兼者一向恃著呂不衛這個大靠山 什麽人都看不起 這時候 對方居然將他當成犯人 怎能忍得住啊 撐出背景 大聲賀打 這裏誰敢動手 他那幫隨從 都是呂氏一族的親兵 平時橫行大道慣勢 心想 有呂不衛這個大後台 哪怕你這個小小的刀騎統領啊 一起拔出兵器 圍著呂雄不讓刀騎軍那幫人托過來 項笑龍鬆容一笑 一擺手 十八鐵位 一起解下背上的老公 裝上進戰 實實實實 各自搶去一個有力位置 瞄準敵人 將呂雄那幫人逼到牆邊 呂雄見到有點心慌 黃笑龍 你這是什麼意思啊 聽進怪事一聲說 你拿著劍是什麼意思 我們的戰術是什麼意思 你說是什麼意思啊 你的時候氣氛真的好像戰在言上一觸即發那樣 所有人大氣都不敢休息一下 只有綠丹兒和瑩瑩兩個 管得你這麼多 拍手就笑起來 呂雄一下子就能覺察到 忍著問 你兩個女孩子是誰啊 有一個刀騎軍的教委官就說 哼 連兩個鼎鼎有名的呂雄 盈影小姐和綠丹兒小姐都不認識 呂雄 你算什麼刀衛副統領啊 呂雄的人是畢竟有些小聰明的 一聽到當堂年式劇片 哎呀知道不妥了 因為 現在就算出了什麼事 如果沒有刀騎軍意外的人在 無論他做錯什麼事 事後都可以推到一干二正 如果刀騎軍的人出來作證呢 就是他們幫助項少龍 所以他們的說法就不作得準 但是現在有兩個外人在 而且兩個人呢 那個父親呢 大有身份呢 那又不是這麼說啦 項少龍一刻見到他已經有些退縮的神識 變得給他有反悔機會啊 大可惜說 呂雄如果你不立即跪低頭紅 我要你後悔莫及 他始終要堅持呂雄下跪認錯 你要使他難以接受這個屈辱 呂雄果然猶如一陣 都沒有機會回答他 項少龍已經立刻落命 射他們的腳 出出出 十八支武箭 好像閃電一樣射出 在這樣的距離和環境之下 根本就備無可備 呂雄手下當場跌下十八個人 都被那些箭射穿大腿 跟著十八鐵位又再次踏上敬戰 瞄準其他人 呂雄雄雖然沒有受傷 但這一刻還敢抵抗啊 更加怕項少龍公布私手 只是趁緊扔掉一把牆 就說 算你好東西 我要看你怎樣和女相交代 其他人一見也即時棄劍投降 瑩瑩和陸丹兒都想不到 到項少龍居落這麼重手 時間兩人都呆了 項少龍打了手勢 刀騎軍即時把呂雄雄抓到緊緊緊 然後逼他們跪低 平時刀騎軍一向自認為 應該被刀衛軍高人一等 但是刀衛軍因為現在呂不衛的兩個人做了頭 所以一向橫行霸道慣了 刀騎軍被他欺負得多了 怎麼受得這口氣 現在項少龍這種敢作敢為的手段 真是適合他們心水 項少龍一點都不理那些 已經躺在血縛中的人 來到呂雄面前 冷笑聲說 你口口聲聲 要我向呂雄交代 現在我就和你去大殿那裏 找廚軍呂雄一起評理 呂雄聽到面聲一邊 隱隱若若 覺得自己已經是中了項少龍的圈套了 就在這時 在咸陽宮的義政廳裏面 小盤正是和太后朱姬 以及你自己的書記官李詩 還有呂不韋 蔡澤 黃宛 蒙毓 徐仙 陸公 黃吉幾個人 一起在討論鄭國渠這件事 忽然間 鄉平軍神識靜重地 進來稟告說 漢少龍有急事求見 眾人聽到各種惡言 小盤當然心中有數知道什麼事了 馬上將漢少龍召之進來 漢少龍進來之後 行過大禮 將整件事說出來 然後就說 呂雄會以下犯上 這件事 本來屬於神下職責範圍之內 但是呂雄口口聲聲 說要將這件事交給呂雄評理 由於事關呂雄名譽 神敢私自處理 所以報上來 希望儲君太后和呂雄一起定奪 呂不韋聽到當同生氣到臉都青了 但是這個混帳家庫在哪裏 這個混帳家庫在哪裏 只是聽一句這樣的說話 就知道呂不韋有多專華 因為現在在朝堂之上 本來只有身為儲君的小盤 表示意見之後 才輪到其他人說話 但是呂不韋一聽完 就霸氣十足地發言 實在已經犯了不分專悲先後之罪 而且呢 他雖然聽到這件事好像很生氣 但是罵呂雄的時候 都是用家長責怪萬輩的口氣 一點都不是定供處理的態度 幸好小盤早有準備 很遜容 又上國千萬不要生氣 等我們將事情搞清楚才好 各位 那究竟這次 漢小龍利用呂雄來打擊呂不韋這件事 能否成功呢 明天再講 上回我們講到 小盤很冷靜地說 又上國不要生氣 等我們搞清楚這件事再講 然後對朱基說 太后 王兒這樣做對嘛 朱基望下 殿下的漢小龍 上眼之中 射出非常複雜的神情 又看一看 正是登著向他打眼色的呂不韋 嘆一口氣說 照王兒的意思做啦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他只是支持自己的兒子 陸公徐仙 他們聽到呢 都露出非常假意的神色 想不到這個這麼年輕的儲君 居然可以應付這個複雜危機 真是有大將之風 因為任何明眼人都可以看出 這件事是牽涉到呂不韋和韓小龍之間的鬥爭 事情是可大可小的 小盤聽到朱基同意了 即時壓力心頭興奮 不理呂不韋 對韓小龍很平靜的嘛 剛才聽你說 呂幫之所以還未犯下任行 是因為有人及時揭發 所以不可以得手 這件事是重罪來的 不知道韓興家有沒有人證呢 韓小龍這個時候 早就派人把周梁夫妻帶來了 他就說 那對夫妻現在在廳外等著 馬上可以召他們進來 等儲君問話 蔡澤聽到就立刻插口說 請儲君寧鑑 呂幫意圖奸污婦女 這些只不過是小事來的 可以由都律院處理就行了 不用勞臣的 不過微臣認為當務之急要搞清楚 呂副統領是否因為出於誤會 一時意氣之下才向韓統領衝撞 以致冒犯韓統領 刀騎刀衛兩軍 都是承防的兩大支柱 我看大家以和為貴好 化乾哥為玉白 請儲君名鑑 這番話就幫行呂鴻 蔡澤前任的宰相 地位比較尊崇 意思就是說 可能呂鴻出於誤會 才冒犯了項少龍 出於兩軍 都是承防的重要人手 所以這件事最好以大化小 如果換成一般的事 小盤是怎樣都要給他一點免 但是現在當然不會這樣做 但是蔡澤這樣一開口 本來打算出聲的徐仙和陸公 只好將說話吞回肚子裡 呂不畏見有人幫自己 臉色才稍微好轉 當其他人都以為 小盤會接受蔡澤提議的時候 誰知未來的秦子王突然一拍張桌子 一聲站起來 走到台街下面 來到朱基直前冷言說 蔡慶家你這句說話說得不對了 我大秦自從雙央變法以來 最重視的是大家都要遵守軍法 守著尊卑之罪 所以才可以上令下行 事卒用命 使我們秦軍中橫無敵 青紅天下 如果有人違反軍法 公然以下犯上 但我們居然事如不見 傳著出去 對軍心你說有多大影響呢 所以這件事寡人 一定不能得過且過 如果證實呂副統領 的確犯有以下犯上的重罪 一定要以軍法處置 不可輕擾 聽裏面眾人聽到 人人都聽到目睹口哀 想不到 這個好像大心蚊的儲君 居然能夠悍悍而談 言之成理 充滿了一代霸主的氣概 雷博衛和朱記 都好像第一次認識小盤一樣 兩個人都惡煙 只有低頭的李師 微飛色母 顯然這番說話 一定是他幫小盤量量出來的 陸公聽到指他們一陣熱血上湧 震被一開說 好 不愧我們大巡儲君 雲令如山 尚佛分明 這個正是我們大巡軍 雷戰女性的法寶之日 小盤微微一笑 還興 有什麼意見呢 蔡澤聽到這番說話 好像間接罵了自己一身 是怎麼回答他 立刻倒下頭就不出聲 雷博衛聽到小盤要徹查這件事 就一點都不給自己面子 心裡很火滾 但是對於自己心目中這個親生仔 真是又愛又恨 不過他畢竟是大巡儲君 自己是怎麼能當眾公然頂撞他呢 而事實上 這個儲君也是言之有利 唯有望望朱基 希望他來解圍 朱基明知呂不謂在求自己幫手 如果換了是帝哥 自己肯定呢 就要幫他跟小盤說幾句說話 但是現在是項少龍喔 他自己假作看不見 毛毛見到這樣乾咳一聲就說 少龍和呂副統領 都是微臣熟悉的人 我看本來不應該有這樣的事發生 照微臣估計 是不是刀騎刀衛兩軍 一向他有點嚴悔 而兩位剛剛上任務之內 一時間不知道下面的事情 之所以發生誤會 希望處君名鑑 朱基一聽到有蒙鵬出聲 即時點頭趁機就幫下呂不謂說 蒙大將軍言之成理的 黃兒千萬不要魯莽行事 傷了軍中和氣呀 雷貝偉聽到這番話 即時鬆一口氣 這件事可以交給本尚處理 我保證不會輕易搖述那些有為軍法的人 處君儘管放心 漢少龍小盤李斯三個人 聽到他們一唱一和 心想 糟 這樣就很容易被他們 就這樣把這件事揭露 一直都未出聲就隨先聽到這裏 突然站起來 來到漢少龍身邊說 微臣想和少龍在外面走一轉 回來之後 再講出我的意見 請儲君恩准 大家聽到都覺得很惡然 不知道他胡佬買什麼樣子 漢少龍很高興地隨先去了 黃煥他們還趁機講說話 替雷不惟他們求請 小盤揮手阻止說 等左上角回來之後再講 黃煥想不到小盤居然這麼有威勢 只要我不出聲 這個時候 大廳裡面 一陣難堪的平靜 大家都不由得 看著小盤這個未來的秦始皇 好像第一次認識他那樣 上下打量 朱基首先想到 就是自己的兒子真的大過了 這一陣子 他和路海正如交似漆 淡淡而發 想用情慾來麻醉自己 避免這個冷酷的現實 在他全其的一生裡面 最重要的四個男人就是 莊商王 呂不惟 漢少龍 和眼前這個乖仔 但是命運 卻是使自己 和他們形成了一種非常複雜的關係 首先呂不惟 落毒害死了莊商王 使他一下子都不知道怎樣好 一方面 他又覺得 替對小盤和漢少龍 而另一方面 因為自己的切身利益 又迫著他不能跟呂不惟聯成一氣 保住自己兩母子的地位 所以 他只是重情在路海身上 希望他能令自己亡掉這一切 在這一陣子間 他忽然感到自己和兒子之間 多了到平時見不到紅溝 使他再難明白自己的兒子 呂不惟的心情更加矛盾 一直 他和小盤自己以為的親生兒子 保持著非常親密的關係 他亦都算是非常用心地栽培他 希望將來兩父子可以統治大蠢 至乎統一天下 建立萬世大業 這個也是他要不擇手段地把漢少龍置諸死地的原因 因為他一點都不想人家分拔了小盤對自己的敬愛 但是他從來都沒想到過 和小盤之間會因為權力而發生衝突 但是他現在就很清楚地感覺到 雖然現在他還要看清整件事是一個精心佈置的拱 以為小盤都要秉公處理這件突發的事件 呂洪也無憎 他早就心中有數 如果不是 都不會以管中邪為政呂洪為父 當日自己心目中最佳的人選處盟 被漢少龍殺了 對他的殺力造成嚴重的打擊 使他在人手的安排上面震腳帶亂 雖然現在被呂洪搞了一個大頭罰出來 現在他心中只是想到一件事 就是要怎樣殺死漢少龍 如果不是 他的霸業大計就會受到干擾 至於蔡澤王媛這兩個趨炎附勢之徒 本來一向都傾向於呂不韋 但是今天真的好像當頭棒喝一樣 首先要認識到小盤手上始終操縱著王權 他始終都會凌駕在呂不韋之上 不是任由太后和權上操縱的 讓他一大過就會成為真正的君主 是他們的真正主子 蒙毫的想法是單純些 他之所以有今天都是因為呂不韋一手所致 對於呂不韋可以說是死心塔地 現在他首領的兵權 比王吉也有個之無不及 成為呂不韋手上最大的籌碼 所以無論什麼事 他都只會向呂不韋效忠 王吉的想法比他複雜得多 他是西秦三虎將之一 這個秦國的大將軍 是個非常好戰的軍人 只有南征北土 才可以使他感到生命的意義 所以他逐漸靠向呂不韋 是因為呂不韋膽大包天的冒險精神 正可以使自己進展所長東侵陸國 但是現在他突然間體會到 這個還未成年的儲君 已經表現出一種豪情蓋天的拍力氣概 使他真的要重新考慮自己的立場 而陸公呢 這個秦國軍方最得高望重的人 是一個一心擁護正統的大秦主義者 一開始他還不喜歡呂不韋這些愛人 而且因為漢少龍的關係 他已經逐步消除了對小盤身世的懷疑 深信小盤也是正宗莊相亡的骨肉 現在看到他的表現這麼出色 更加打定主義 一定要全力輔助這個未來的民主 在大殿之中 各人各懷自己的想法的時候 隨先和漢少龍回來 隨先進來之後 就首先發言說 稟告儲君太后 稟告儲君太后 微臣可以絕對保證 這件事和刀騎刀衛兩軍下面的人衝突無關 也都不是誤會 雷不畏很不高興 左上角你為什麼說得這麼有把握呢 隨先繼續瀟灑欲容 雷幫在咸陽街頭 曾經當眾調戲人家的妻子 被微臣路過阻止 還將他教訓了餐 當時我已經覺得女幫心中不服 剛才我去外面走過 見到那位小夫妻 就是當時微臣見過的人 現在已經證實無誤 可見這件事有前因後果 不是刀騎的人 無限女幫製造時端 至於呂洪硬闖刀騎衙門 想夾眼搶回的兒子 而且在他們仙拔刀劍以下犯相 更加有人證不容抵賴 大家現在這樣才明白 為什麼要向外邊走一轉 原來是拿證據 你一下搞到無無烈的啞口無言 雷不畏聽到 真是生氣得幾乎想親手捏死女幫 被隨先警告過之後 你還會膽包天做這樣的蠢事 搞到我丟了假的 小盆哼的聲音說 看來呂洪一定想在事後殺人滅口 這樣才膽敢不把左上的說話放在心裏 眾人聽到他的心不禁一寒 知道這個儲君的心已經動了殺機 這個呢 正是這個局最巧妙的地方 因為才有隨先指證 所以呢 誰都不會懷疑 韓少龍他們是寵要對付呂洪這兩父子的 住機走走眉頭就說 有左上造證 呂幫做這件壞事已經沒有什麼疑問 但你怎麼肯定呂洪的確 首先拔見以下犯相呢 隨先說 因為當時除了刀騎軍的人之外 還有容影和陸丹兒在場 可以作證 陸公聽到覺得奇怪了 我的小丹兒怎麼去了那裡的 呂不畏冷笑聲說 你這件事的確敗 少龍你有什麼解釋啊 隨先說 你這件事 微臣也都問過少龍 比如叫昌文君來 他解釋最恰當的 小盆馬上下命 還是叫昌文君 於是呢 外面的禁衛軍馬上叫昌文君進來 昌文君進來之後呢 就跪低稟告 將瑩瑩和陸丹兒 守在宮門口前著漢蕭龍 要跟他比試的事情說出來 呂不畏聽你這裏 唉 知道欺雲自己這邊 真是輸到鐵地了 無論是呂洪呂幫 看來這件事呢 對方都掌握著人證物證 是自己想抵賴都不行啦 面色就變得非常難看 他押了一輪 突然一聲跪低說 儲君名鑑 呂洪則不分尊卑上下 違抗雙方指令 微臣難事其咎 請儲君 將微臣和呂洪一併處分 他這樣一講 搞到漢少龍都疾世都不知怎麼應付好 雷不畏將這件事攬上身 那麼朱基點都不會被小盆 令雷不畏難以下台的嘛 她說明自己要和呂洪一起處分 如果 你不放過呂洪 呂不畏硬硬掠 那怎麼算好呢 朱基就即時說 哎呀 上國請起身啦 讓愛家和王兒說幾句說話先 才決定怎麼處理這件事 呂不畏心知肚明 朱基怎麼都不會被小盆降聚於他的 於是繼續跪在地上說 唉 太后請處分啊 明神這麼深受法啊 朱基看見他擺出一副這樣的樣子 即是說呢 如果自己不放過呂洪 看來他要跪在那裡 硬是不起來 真是刺重生鵰 但見到他這樣殺賴法 就沒有他扶 不過 只要細細聲對小盆說 右上國對我們大巡呢 可以說的奴虎功高 唉 平時他處理這麼多政務 有時難免管不到下面的人 王兒 你看上國面上 重歡處理這件事 小盆的目無表情 一直都不出聲 隔了一會兒 見到眾人都看著自己 他才說 既然右上出面求情 呂洪父子死罪可免 但今次這件事 關係到我們大巡軍心 有關人等 包括呂洪在內全部隔職 永遠都不能再加入軍隊 呂幫當眾打五十笨 已經孝友 冠宗邪身為呂洪上司 致下無方降官一級 至於統領的職位 由漢卿家兼任 又尚請起 自己猜都猜不到 自己這頭說 希望兒子重歡發落 黑點知道小盆說出這樣的說話 一時間聽到木燈口外 雷伯衛亂了方寸 站身 連謝恩的說話都忘記了 好了 漢小龍立即行前 那一步跪下壽命 哼 他心想 你這招高明連銷帶打 且自己直接連刀衛刀騎兩軍都管 不是 這條妙計 一定是你才想出來的 小盆講完之後 十個星期起床 這件事就這樣決定 退停 眾人一起跪下 送朱基小盆回後殿 漢小龍心裡 用了一陣非常怪異的感覺 知道大廳內這批秦國的眾神大將 也像他這樣 現在才真正體會到秦始皇這種氣魄和手段 而他現在呢 只是個未成年的大小孩而已 走出殿外 呂不偉和蒙毆已經在等著他了 呂不偉一見到漢小龍出來 就走過來說 哈哈哈哈 小龍啊 這次 你這件事都是呂鴻震你的 儲君雖然射了他的死罪 但是本上絕不輕而弄 你千萬不要把這件事放在心頭上啊 啊 六公那些人在旁邊 都覺得很奇怪 啊 這個呂不偉 什麼時候變得這麼有盜量呢 但漢小龍心知肚明 呂不偉是想定 要在田涅之旗內殺死自己 所以呢 才在眾人面前向他示好 讓人家不會懷疑他有陰謀 當然啦 那個由莫霧和管忠邪兩個人想出來的殺局 一定也是天衣無縫毫無破綻的了 他又扮得好不好意思地說 這件事小將都沒有辦法 呂上千萬不要見怪 呂不偉哈哈一笑 然後跟陸公他們談了兩句閒聊之後 就扯實漢小龍要跟他一起離宮 那個瑩瑩和陸丹兒兩個呢 本來等在公門口 想著漢小龍出來的時候 就要扯他外面比試的嘛 哈 現在被呂不偉扯著他 一時間都沒有了苦 就生氣到猛錦燈眼 那個呂不偉好像譚笑致虐 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這樣 漢小龍看到都不如心中佩服 哼哼 少女藏刀才最厲害呀 呂不偉堅持要送漢小龍一程 那漢小龍就退不掉 然後跟他坐在車上 在车里面 呂不谓是愁锤满之 当车经过 看来已经即将员工的 新上国府的时候 他指着上府说 田聂大典之后 我就会搬来 这辆风水堡地 这辆咸阳地运的月眼 但是 周显老师却说 由于天星转移 八年之后 地气会移入咸阳宫 那时 储君加冕的时刻 你说多么巧呢 汉小龙对风水一窍不通 但是呢 对历史却能够未睹先知 一听到 这么呆了呆 哎呀 这个周显真的够好本事 小盆这个嬴政 在成年加冕之后 那果然 秦国呢 就顺风顺水地统一陆国 而本来尊名无比的 雷不卫也惨淡收场 说八年之后 地运转移 哎呀 真是好对啊 雷不卫新一个懒衣 说 虽然说得分八年红运 但是八年都比可以完成 很多事了 哈哈哈哈 项小龙看起来的样子 不如心中佩服 雷不卫刚刚打完一场败奖 但是现在好像没了事一样 一副生意人的本色 就不怕亏本 只要能够在别的地方赚回来就行了 雷不卫忽然间 好亲自地拍摄她肩膀 说 身上苦又万事俱备 只是差了个好女婿而已 少龙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反正你已经见过梁容了 还挺好啊 我最痛恥就是这个宝贝女的了 项小龙听到不如再叹一口气 他说这番说话 其实只是给最后一个机会 让自己和他重修够好 这个商家出身的秦国承商 最初因为利益关系 和自己黏在一起 跟着 亦都因为权力和利益 而要勒手对付自己 现在又拉拢他 依然是因为权利和利益这几个字 这个人 可以说是一个绝对的功利主义者 只说利害关系 其他东西全部都会摆在一边 换了其他人 遇到刚才的错子 多小会有些意气用事 但他一点都不计较 反而马上的项小龙就表示有好 这样看起来就算做了一个女婿 又或者像小盘那样是他的亲生骨肉 离害当头的时候 他也会断言牺牲 类红正是其中一个例子 项小龙甚至感到 类不韦又不单止想通过小盘 将秦国变成了类家的天下 说不定呢 还想自己来过这一局大黄忍 雷不韦见到项小龙没有拒绝 说做他自己的女婿 好似他在想着 以为他心动了 拍拍他肩膊头说 小龙考虑一下啦 下次呢 要给我一个肯定的答复 无论如何 雷红这个蠢材 你不用再说他把他心动了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讲 上回我们讲到 项小龙和小盘的连环用戒 不单止害了 吕洪和管中邪 而且也大大地打击了 吕不韦的气焰 同时呢 也在贫臣面前 英明果敢的形象 项小龙回去 将事情的经过 和藤彦经证 一说 几个人呢 都又好小时又高兴 谈起的时候 那个娇娇女盈影 和陆丹尔呢 又找上本来 纏着项小龙 要他去城外 和他们继续比试 项小龙心想 无论如何 都要应酬这两个娇娇女 同时呢 也都看他们 帮自己做人整 逗到了 吕洪的这件事上 无论如何 都要哄一下他们开心 于是三个人 一起跑到城外 仍然非常兴奋 他说 吕洪统领准备了 如何和他们一起比试了 吕洪 今天呢 你们说怎样就怎样 盈盈听到 即时指着 在远柱地平线上 一只小山光 那树就是著名的蜶马坡 山上 有一棵参天的古柏树 旁边的一道清泉 我们就以这棵古柏为目标 哪个先去到呢 就算哪个赢 以后见面 输那个 就要向赢那个 行下属之礼 为期三月 在旁边的六单仪说 不过跟你事先声明下 当然不止比赛 匹马的脚力这么简单 那又怎样斗智斗勇呢 比赛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任何的办法 阻止对手得胜 但是呢 又不能够伤害对手 或者他分马的 明明 杭笑龙听到有点恶言了 喂 大家比赛跑马跑得这么快 从哪里得行对付其他人呢 盈盈看着他一眼 蜜蜜笑一笑 面容好古怪的嘛 哼 这样我们就不知道了 跟着一边的马跑出出去 六单仪也跟着他飞驰出 杭笑龙就知道 这帮雕蛮女啊 一定有很多古怪精灵的法导的 也都没有时间去计较他们偷步了 双脚一甲一马 疾风就像箭那样向前飘了出去 不过讲到奇术呢 汉笑龙属于半途出家 比起好像黄展那样 几乎可以在马背上吃饭睡觉的人来说 当然比不上啦 但是如果只是比速度 凭疾风的脚力呢 应该就不会输给任何人的 问题是 他想着 既然这两个女孩 在吕雄这件事上帮了自己的大忙 这次很应该让一下他们 赢了一张 都可以哄到他们两个开心啊嘛 在美女面前迎下低威 也是一种乐趣 既然这样想了 也都没有想着再跟他们什么增强斗星 只是呢 放个样子出来 远远钓着那两个的马尾 向着木的地轻松地跑去 一路上 神清气爽 好快 匹马跑进树林里面 两个女孩的背影呢 在树林前边时隐时现 在这个时代 女子就出奇地早熟 或者因为 在这个时代 十四岁就已经可以嫁人了 风气是这样 所以呢 好像营影和陆丹 而才只有十五六岁 就已经好像一朵盛放的鲜花一样 更加是因为 他们至少学习奇术 体态见美 比其他国家的美女 就多了一份矫健轻盈的味道 如果说他们的美貌 是不能令人心动 那就是掩着良心说大话的 不过 汉小龙一点都不想招惹起他们 一来 因为现在不空 也都无心于搞新的男女关系 尤其是陆丹丹丹 还是处非的人选之一 如果他痴上手 那就是说要跟小盘争风下草而已 他们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而且呢 现在又不是二十一世纪 大家一夜情接着就要各散东西 特别是这些有身份的贵女 如果你和她们有什么关系的话 就要负上责任 而汉小龙现在呢 最怕就是对美女负责任 仅是一个琴琴就已经使他手足无措 都不知如何自处了 就在想着的时候 忽然间 那些战事天生的直角 就感到周围有点不妥 就在这个时候 眼角见到黑影一闪 汉小龙马上警告 定一网 只见一张成网的迎头招过来 杀出这张网的人 显然是躲在树后的 汉小龙马上拔出宝剑一 就向前一劈 谁知那张网突然间一收紧 将那把宝剑一抓住 接着向外一扯 汉小龙的心暗暗偷笑 知道那两个刁蛮女又出暗战 但是如果给力气 就算那两个女孩合起来 也很难敌过自己的神力 所以想都不想 用力将劲向后一抽 还使了考力 纯粹要将这个特制的怪网割断 谁知他就在一发力的时候 对面虞网也传了一股大领 简直无可抗拒 汉小龙只觉得奇怪的时候 因着连人大马被他 啪啪声就拉了下马 跌到四脚朝天 疾风向前连跑了十几步 这样才停下 轮转马头很奇怪地踏实他 对方在渔网上传过来的力度 大多是飞被尘上 那么汉小龙那只手几乎被他拉脱那么厉害 没办法就一放放松把血浪宝剑 任由对方 将那些宝剑一扯扯走 接着汉小龙就听到 在旁边的草丛那里 传了几声的娇笑 他现在明白了 原来对方呢 是将一匹鱼网的两国 放在那两匹马上 向外一抛鱼网之后 巡视两个人就摸到旁边的树丛 那刚才呢 自己一周周着那些渔网 原来对方在一前实那些宝剑之后 就已经将渔网的两边 在两匹马上绑到实一实 所以呢 这边汉小龙用力地向后一扯 那边那两匹马呢 受到力量的牵引 一起向后拉 一下子 就变了汉小龙一的人 要敌两匹骑马的力道 那当然是比不上啦 杭少龙一刻 下次估不到 自己就居然大意失荆州 那两个女孩呢 居然就这样胡躲胡头 就抢了自己的保剑 不然气得他什么 索性就躺在草地上面 看着树顶的南天白昏 就不理睬他们了 那一阵 瑩瑩和陆丹二两个走过来 蹲低头看着那些手下败将 笑到嘀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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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嘀 瑩瑩說 嗯,原來你都這麼不中用 以後我們都沒興趣再理你了 韓少龍起的時候都不知道很生氣還是很生氣 微笑而已 喂,是不是真的不理我啊 他就真是求之不得了 陸姦兒一聽到這樣說就有點生氣了 將搶的血浪插一聲插在他身邊說 哼,臭男人,人也鬼稀罕你啊 真是不明白,竟然為什麼要嫁給你呢 連配件都保不住 瑩瑩也都被韓少龍那句話氣了 嘩,你居然說我們不理你求之不得 好像你纏實他那樣了 單兒,免得跟他說話啊,你是不是耳龍啊 聽不到他說恨不得我們不理他嗎 走啦,以後我都不見他了 陸姦兒還想猶疑 誰知呢,就被瑩瑩硬地扯著走了 狂少龍又想不到自己無心一句說話 哈,這兩個女孩呢 居然是生氣起來了 他苦笑著坐在身上 心想這樣也好 就怕這兩個刁蠻女孩還是不肯放過自己 瑩瑩呢 看來這麼受不了他講笑的話 正是因為他亦都好看重他 稀罕他 所以呢 才憤愛落不到這口氣 就在這時候 侄風已經跑回到他身邊 剛剛呢 想用他嘴 他擔著他的衣袖 將他扯身 在這時候 侄風突然間 商議一暑 好像發現了什麼 只要這樣 韓少龍也馬上醒覺 他只過這一股涼氣 突然間在自己背脊裡涌上心頭 哎呀,知道了 這魂 原來真的來了敵人 他接著一掌 拍在疾風的馬屁股上 可惜說 醜 疾風是跟他生意相通的 放開四體 向前直奔而去 同一個時間 韓少龍側身一輪 輪到剛剛剛剛 兩個女子藏身在矮樹叢之中 他就剛剛摸起了 一陣公然響著 十幾支腦箭射到樹叢那邊 幸好這時候 韓少龍已經在另一邊摸出來 一而就移到一棵大樹後面 純粹在腰間就拔出兩枚飛針 看來 對方應該是一直都跟在他們身後 等到兩個女子離開 這樣才現身偷襲 一來 韓少龍想著跟兩個女子出來 就應該沒有什麼事 沒有到什麼防範之心 這個也是因為 他猜著呂不韋應該不會在這個微妙時刻 來襲擊自己的 因為 如果他遇襲身亡 最大的兇手一定是呂不韋 就在這陣子 風聲一響 一枝老箭 一由左後側的樹上電射而知 韓少龍一轉身 一聲 那些箭鐵面移過 插在身後的樹幹上面 真是危險啊 他即時一個翻身 向著箭發出來的地方直滑過去 樹後面的蒙面人 正現裝上第二枝老箭 韓少龍手抓血浪 已經一聲 在他肚腩上截吉而入 接著 接著旁邊人影急閃 韓少龍看都沒有看 接著一揮手 一聲 兩枝飛針 報銷了兩個敵人 韓少龍知道這次自己更埋伏 敵人原來有心在這裏折殺自己 千萬不能停下 趁勢一滾 又滾到另一堆草童裡面 馬上就見到自己剛才站著的地方 飛過來四支老箭 看來 金雲這些敵人 一定要將自己自誅死地 只令腳步聲在後面響起 韓少龍默劃一掃 哇 跑過來的有二十多人 他即時收起場箭 左右手的角握著兩枚飛針 聽風便氣 後面連份幾下 出出出出出出 哎呀!哎呀! 連聲淒厲的慘叫 在他身後傳來 直到現在 敵人都只是用弓箭來對付他 幸好敵人對他的飛針也非常顧忌 不敢敢強攻 否則他一早就沒命了 不過 這個都不是辦法 因為現在敵中我寡 只要敵人完全完成了包圍網 他們一定必死無疑了 還在剛才疾風爆開了 現在還有唯一的希望 就是敵人和自己 都逃過在樹林裏面 只要能夠翻上馬背 這樣就可以逃生 韓少龍想清楚這點 馬上向前再滾 為什麽快要滾到另一棵大樹的時候 就在大腿那裡一陣火辣辣的劇通 一戰六戰拆腿而過 連懷的褲子帶走一大片血肉 鮮血到馬上啪啪聲地流入泥 他嗚的聲音移到樹後 突然間腳步聲響 韓少龍探的頭向後一望 只見一個蒙面大汗 正是拿著老公向他折破泥 於是兩支飛針訂出 啪啪兩下 那個人面門中針 然後向後一望啪啪聲 直腦戰射向半空 但是跟著另外三支箭 已在樹後疾射而知 幸好韓少龍也縮得快 這才勉強避過 就在這個時候 大腿被箭射過的地方 啪啪聲流血 他直到一陣頭暈 直到失血過多 即時趁著離開樹後的時候 割下一副衣 又倒閘好大腿的傷口 就是跟著 敵人那處傳來 四周都響了 實實實實實實實 移動腳步的時候 踩到樹的聲音 腳步聲音越來越緊 韓少龍的心暗暗又急 現在呢 一個腳傷 所以行動力的大打折扣 更加沒有辦法 偷襲者完成一個包圍網之前 衝動和疾風匯合 在這時候 他突然間在前面兩棵樹之間 連了一條半馬索 咦 為什麼呢 韓少龍仔細想想 哦 明白了 這條半馬索 是那兩個嬌嬌女 仍然和陸單兒 佈置好對付他的第二重機關 再向四周一數 另外呢 在旁邊還有兩條半馬索 把全方去路攔住 腳步聲音再次逼過來 韓少龍看了這幾條半馬索 真是又好生氣又好笑 還是暗叫好彩 好彩剛才疾風也沒有經過這裏 如果不是的話 疾風到時候被這條半馬索 一踢 踢上馬腳 那自己現在想走都不行 但是 這幾條半馬索 現在呢 也成為自己唯一的逃生機會 於是精神一趁跳一身 向前來狂奔而去 同時 咳咳咳吹一聲口哨 召喚疾風向著背面跑過來 才看到風聲敬起 韓少龍知道 後面的敵人已經是直撲而知 他馬上飛身挑那條半馬索 向前一路 連續十幾次戰 在他頭上呼嘯而過 當他再彈起聲的時候 已經聽到疾風的馬提聲 向這邊越跑越近 後面的敵人顯然也聽到馬提聲 一聲呼嘯 那些人再也不顧得隱備身形 像法師一樣散開了 向這邊狂追而致 杭少爺在樹叢之間坐穿右插 盤盡自己的力氣 拼命狂軍 引敵人在他後面不斷發出老戰 因為老公裝弓箭是非常費力 亦是很浪費時間的事 很多時候 那些老公還要借助腳領 所以一把老公射完一些箭之後 敵人如果不想他撩走 他已暫時放棄裝上老戰 這樣才可以全力追趕他 少了老戰的威脅 比賽的就是腳力 這個時候 疾風已經在前面百多像的地方 全速地奔跑過來 杭少爺由於鎖拾了傷 走過一塊一塊 越走越慢 幸好 這時候也不出所料 老戰呢 因為敵人把老公射完 又怕他走 終於停下來 在後面急速地奔跑 向他追過來 那些人跑得急 所以根本看不到 在漢少爺後面 前面的半馬索 連續幾聲響 已經有十多人 被幾條半馬索 踢關了 漢少爺趁機大叫 敵人中了賣服 快動手 這聲大火一傳出來 那些賣服的敵人 以為真的中了 漢少爺圈套 有一時間 不敢再追他來 反而佈城鎮勢 敵人的復兵在哪個出現 這樣 漢少爺趁機向前一衝 這個時候疾風 又疾衝而止 漢少爺馬上翻身上馬 剛剛跳上馬 順勢令轉一看 只見那些蒙面的敵人 已經跌倒了十一二個 未跌倒的還有六七個人 其中有個人的身形是非常熟悉的 一見到他跳上馬 個人即時扔出手中長劍 嘖的聲 向著疾風的捷擦而來 手力準成 都有無害可擊的 漢少爺即時揮劍一架 同時大聲笑著 哈哈 彈楚將軍 不愧是田上手下的第一猛將 雙腳一夾一封 就像一片雲一樣 飛快地離開了這片陷阱 當他回到烏虎的時候 藤易見到受到這麼重的傷 親自為他包紮傷口 看一看 他都忍不住 哎呀 這支箭 只要歪上一兩寸 三弟就迷死 走得回來 驚進這時 探聽消息回來 他說 我已經查過了 但他們還未回來 那兩個刁蠻女 早就回家了 漢少爺 走走眉頭說 看來 一定在參加詞會的人之中 有人和田丹暗通消息 否則 他怎會把握到這麼好的機會呢 逃方亦點頭說 如果笑龍遇海 人人都會以為 是呂不韋的手 那時候 秦國就有難了 驚進也忍不尋口 那又會不會 真是呂不韋 通過田丹向三哥樂族手呢 到時是人家踩上來 他可以說是人家陷害他 藤易想一想就說 應該不會的 屠風擺明 形独陸單兒都不放過 但他因爲他們走足了一步 這樣才沒有遇上彈楚屠的人 漢少爺想回剛才的情形 都暗暗透了一口涼氣 真是凶險 否則 瑩瑩和陸單兒 一早佈下幾條盤馬桑 令敵人震腳大亂 現在呢 自己恐怕 已經躺在樹林裡 永遠都起不了身 逃方就說 好歹之賤呢 沒有逃上獨藥 可能是士喜闖鼠 彈楚他們準備不足 可不是 唉呀 真是危險 要找出來哪個大臣 和田丹暗通消息也不難 只要看下 哪個人離開了異政兵 就馬上去找田丹 就知道哪個和他臨終勾結 找不出這個人 始終是心腹之患 漢少龍領領頭說 我看不會這麼容易找得出來 為了掩人耳目 他們一定會有一套 很秘密的聯絡方式 不會被人看穿 藤彥彥都說 只是憑他能估到瑩瑩和陸單兒 會纏著你城外交量 這個人 不單是熟悉咸陽城的事 還要和瑩瑩他們幾接近一下 嗯 看來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可能屢不為蒙昂 都和這件事無關 這個時候 烏書走進來說 牧場又信到了 漢少龍非常高興 知道 幾依然叫人 偽造春生軍 寫給李元那封信 已經做好 飛甲傳書 就傳了過來 大家打進來看看 嘩 真是唯妙唯超 誰都看不出其中破綻 因著人人都嘆為觀止 逃方問 少龍你竟然如何將這封信 交到李元手上呢 漢少龍微微一試說 有辦法 這次就讓你們 扶我去見陸公 當漢少龍入到陸公大廳的時候 他才知道自己傷勢嚴重 只是走一陣子 傷口又有血水滲出 過了一陣子 突然間一團黃影 在內天直衝進來 來他面前 得意揚揚地看著他 原來是聽到消息 來看看這個 準備向他行下屬之禮的陸丹兒 陸丹兒看著他 嘴仔一扁 很神氣地說 猜不到堂堂的刀騎大統領 打了一膠 就打到腳都填滿了 真是笑死人了 好羞家你 漢少龍看著他的樣子 苦笑著說 唉 你們不是打定主意 不理我這個無用的手下敗將嗎 為何丹兒小姐 現在對我又這麼有興趣呢 陸丹兒微微一惡然 然後即時就說 哼 誰理你 是你摸上門 還說這種話 唉 那算我不要了 丹兒小姐 不要生氣了 好嗎 陸丹兒生氣爆發地看著他 向旁邊 掩著嘴偷笑的 那個婢女說 你看什麼 和我拉進去 那個婢女嚇得馬上拉開了 這一下呢 搞到他氣氛都不知道多麼微妙 大家都不知道說什麼話好了 這個刁蠻女也是進去兩欄 韓少龍見到他心中一軟 看過街圍說 後日就是田業大典 丹兒小姐 還好準備沒有呢 哼 必須你理我啊 你這個人 最不惜台舉的了 你以為你是什麼生屍羅伯皮呀 搞到瑩瑩姐哭了 我怎麼都沒放過你啊 韓少龍聽到我 覺得奇怪了 什麼話 陸丹兒越想越生氣 什麼話 什麼話 你以為自己是誰啊 我們要來求你求你嗎 我們一恨不得 一劍殺了你啊 韓少龍聽到暗字心經 這個陸丹兒呢 在咸陽 是琴青以外 絕對那些人是碰不得的美女 因為她只是處非的人選之一 但是看來 她自己啊 在心裡面一定也有濃濃情義的 但是 愛的反面就狠 好像瑩瑩和陸丹兒 這些深高棄傲的貴女 是憤慨受不起別人的冷淡 尤其這個人呢 正是她們看得上眼的 哎呀 那這一魂呢 自己真的要小心處理 營營陸丹兒對自己的感情了 在這個時候 陸公已經來到 陸丹兒小小聲好貓地對她說 韓少龍 我們幫你等著你 跟著你一陣風的撩走了 陸公坐下之後 嘆了一口氣說 哎呀 我都知道我的孫女很難服侍 我自己都沒有她手啊 哎呀 你的腳是怎麼回事啊 不是被丹兒弄傷的馬 那 漢少龍馬上誓誓聲 將自己遇到襲擊的情形說出來 陸公一聽到拔賢大怒 田藩真是好膽 在岸陽城都敢行兇 難道這個核案秦國沒有人嗎 那各位 若知後事如何 我們明天再講 上回我們講到 漢少龍和陸公說 田丹偷襲她 陸公非常生氣 那些田丹實在太窗狂 簡直欺負他們秦國沒有人啊 漢少龍乘機 再講出如何對付田丹的計劃 尤其呢 就要拆散李源和田丹 不讓你一起回廣 陸公看過那封偽造給李源的信 看了點頭啊 你這件事好棒 剛剛有一個 原來春生軍門下做舍家的人 最近投靠我 就派他來送信好了 漢少龍聽到很高興 一下子就解決了這個難題了 過了一陣 陸公望受漢少龍有點難以啟致嘛 小丹兒啊 他真是令我心煩啊 什麼啊 孫小姐有什麼問題呢 唉 你不知道的 你幾人 小丹兒除了你之外 還暈於斷中邪 對他的劍法人品 都賺不絕口 那個小子呢 就好懂得哄女子的 你問我是不是心煩啊 河少龍一聽 當同心一沉 看來 莫傲和管中邪又用制 你一次用的是美男雞 如果被他勾搭了六丹兒 或者瑩瑩 唉呀 那秦國軍方兩大之柱 對自己的態度到時候都不知道怎麼變好啊 他走走眉頭說 分嫁之事 不是你老人家作主的嗎 唉 我大從族自古以來 日向都聚逐而居 男女自有雜母 更加就選女婿的風族 是任由女子 選個配得起自己的情侶 有了十元仔 然後才論身假 自從商鞅變法之後 情形雖然有所改變 但是很多古時習慣都保留下來 所以如果丹兒看中了管中邪 我都很難阻止 這次河少龍反而這樣都頭痛 這個可以說的管中邪 打入秦人圈子的最好辦法 如果他搞上了手 將陸丹爺修為己有 成了陸公的孫女婿 那不僅是陸丹爺做不成儲秘 而他的身份地位亦大為提高 自己對付他上來就困難得多 這些男女之間的事 外人根本都沒有權過問 管中邪這個人 無疑都非常有魅力 連自己都沒有把握 能夠在這方面贏得過他 他苦笑著說陸公不是有意 將孫小姐嫁入皇宮嗎 唉 這個只是財先和騰姓的主意 丹兒以前在入宮陪過儲君讀書 你兩天前上了管中邪之後 當堂我沒有興趣 呂不韋你的招真是毒辣 使我都不敢向太后提出丹兒的婚事 但是我派人警告管中邪 如果他真的敢碰丹兒 就算有呂不韋做過的靠山 我都要找人做低他 不過 唉 最糟的是 每次丹兒自己送上門的 我真的無計可思 小萊兒 你跟他交過手來 漢小龍領領頭 陸公說 你這個人的劍術非常厲害 昨晚在宋別龍陽軍演會上面大展神威 連續打敗了各個的駐龍劍手 連田坦的貼身士衛劉宗夏都放在他手上 可以說 你一魂 他就出了回彩了 現在咸陽已經有傳染 說他的劍法在你和王展之上 哼哼 你這個小子真呀 懂得做勢呀 漢小龍聽到就說 那陸公看過他的劍法 你覺得怎樣 他的劍法很怪 以萬制法以絕性口 給你的劍法 可以說 他各有自己的長處 但是我怕在鼻力上 信他一籌呀 漢小龍現在已經感到管忠邪對自己的威脅 這樣的形勢 很可能是莫愕一手營造出來 這個人 真是自己的心腹大患呀 如果瑩瑩和陸丹二 這兩個咸陽城的天之嬌女 都被管忠邪交上了手 這樣他就能夠融入 巡人的權力圈子 對漢小龍更加不利 只要呂不偉派他再打兩場勝仗 立下軍功 這就更加不得了 再想一層 如果自己拒絕了呂良庸的婚屍 肯定雷不偉就將這個外女會嫁給管忠邪 那這個時候 管忠邪就會成為雷不偉手下的第二號人物 應該怎樣才可以殺到他呢 這件事真的會非常困難和危險 或者 如果和他來一場公平決戰 不過 一想到陸公說 他的臂力比得上蕭毅某 而劍法也勝過年進 韓少龍的心 和他已經忍不住 連續打凸 很難堅持這個解決的辦法 但你人時 或者暫時 都將那些煩惱拋開 回到烏府之後 憑亦聽說陸公幫手得很高興 但是跟著呢 現在最大的任務 就是要想辦法 在田業大點裡面 看看怎樣來對付莫惡 憑俊一聽說 或者做這方面的事 都不知道多麼興奮 馬上探開一張白桃就說 我已經摸清楚田業的環境了 田業牆呢 佔地接近百里 介於咸陽和梁山之間 一半是草原 一半是中環交錯的河流 其他呢 就是那些幽靈山谷 營地佔在田業牆最近的 咸陽城東邊的一處高地那裡 檢月台呢 就佔在營地下方的大草原那一樹 還分祖烈和晚年 如果要動手呢 晚刻當然最佳是時機 陶芳有些擔心的嘛 少龍現在有腳傷 多少會有些影響的 康少龍就說 你這件事呢 鬥志不是鬥靈 而且呢 我們用騎馬的嘛 腳傷不會有幾大影響的 藤亦就說 田業有田律的規矩 首先呢 就不准使用勞工 亦都不准因為增足業物而進行私鬥 人數方面都有限制 最受注目的是第三日的晚年 是由每一派的人 派出人手 去西邊的大山那裡進行行列的交流 那時候呢 有很多苦泡猛獸 要誰能夠割出最多的壽字回來 就是勝利者 原來呢 所謂的每一派的人呢 不是指那些武林的門派 而是軍中的單位 好像禁衛軍 都騎軍 都衛軍 就是三個獨立的單位 再加上其他好像上將軍府 左右丞相府 都是不同的派別 容易在各方面提拔人才 就好像一場比拼騎射的考試 或者展示實力和激勵鬥志 好像田單那些外人 都會去參加田業 亦都很比拼高低 京俊就說 要報紙的陷阱就不是艱難的 問題是怎樣把幕幕引到那裡呢 這個人呢 好貴多心術的 恐怕很難令他上當 江小龍走入眉頭問 有什麼陷阱呢 你說來聽聽 京俊是精神大振 其中有一種手段呢 就是那些在豐厚的藥液 塗在幕幕身上 只會經過蜂巢附近 保證就可以拿他的命了 陶方揪著眉頭說 如果他穿了甲袖 恐怕只有手和面 被那些蜜蜂刺到 那未必可以置他於死地的 彭亦說 陶公有所不知 是西邊的狩獵山 有著齊波 從裡面 有十幾種劇毒的地方 照被人扔了十幾口 的人呢 就要忽然 您知道 很簡單 要安全 會出於 香港人 此太多 就是 公主 無從 去 方 那 我 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